原来不晚,由专注重植芽的国建口腔医院冠军播出 他,内向节俭,喜欢乐器,想要开启新生活 人风喜事,新生爽嘛 见到有同样爱好的他,心动表白 有模特的那个饭啊 遭拒绝 但是你啊,这往感动归感动 第一次心动的他,不愿放弃 一见俊心 我越来越相信我这眼光 最终能否再次打动他 这人倒是挺好个人 原来这就是心动 国建口腔原来不晚,即将播出 缘分不分早晚,只为等你而来 这里是由专注重植芽的国建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原来不晚 我是主持人燕子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家住长春的王长吉,王大哥 王大哥呢,今年72岁 大哥说他这一辈子呀,对于婚姻啊,爱情啊,一直都没有什么概念 年轻的时候呢,是父母做主给他娶了一个没有什么感情基础的媳妇 后来离婚了,大哥就一个人过了三十年 大哥说年轻的时候都没有尝过爱情的滋味,这老了老了啊,就更不敢想了 但是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呀,他天天看咱们的原来不晚 看着看着也发现了,原来老年人也可以拥有爱情啊 大哥说没准啊,我这辈子的爱情,它就是来得晚点 就像你们总说的,缘分不分早晚呢 所以呢,就报了名 那王大哥会在今天的节目里收获自己的爱情吗 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王长吉,七十一岁,离异,现居住地长春,现收入4430元,住房情况50多平米 我看在那儿这是老式装修,我没装修啊 没装修 你看这地板 一直没装修 过去生活是挺困难 我母亲是92去世的 我是一直伺候我母亲 那个,那时候也没有装修能力 那个,当我母亲去世以后呢 就是说在生活啊,没有太高的要求了 我就是自己能自己将就过就可以了 王大哥家的房子50多平米,基本上没啥装修 屋子里的很多陈设呀,都很老旧 王大哥说啊,之前没装修主要是经济条件不好 现在没装修呢,则是一个人对生活没有太高的要求 卧室在哪儿啊 卧室就在小屋 卧室就在小屋 这个卧室反正我也没收拾 我这个人反正也是拉他惯来 这是你的卧室 嗯,拉他惯来 我没收拾,我自己能将就就自己将就了 嗯,你要再找老伴呢 有没有这个重新装装的打算呢 找老伴是好事啊,但是,那那个 我看这个没啥理由抗拒呀 找老伴是好事 嗯,找着老伴的就好好拾到拾到这屋,是不是啊 对,找老伴呢,那是再婚之喜啊 那,那人风喜事,精神爽嘛 那,那肯定要好好地收拾收拾了,对不对 咱们这,也不是差钱 这个经济能力也行 嗯,也有世界 嗯,为啥不装修好点呢 我这个,我如果要是找个成全主义的老伴啊 那我肯定是好好地专修专修 嗯,王大哥说啊 这找老伴可是再婚之喜 人逢喜事,精神爽啊 要是真找到合适的另一半了 这家里里外外,必须要重装一遍 因为自己现在的退休金还挺多 而且平时也没啥大花销 我以前是一系普通工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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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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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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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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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但满满满满噸噠噸的堆的堆的都是姑娘家的东西 刘大姐说呀 主要是家里柜子太少了 在参观到刘大姐卧室时呀 眼尖的红娘发现了一样东西 看这是啥 电子琴 大姐会弹电子琴呢 凑合弹着玩吧 反正 平时弹吗 平时弹呢 没事了 反正就疤了疤了 没事 这是从啥时候开始爱好电子琴呢 哎呀 就是没事干从 哎呀 跟那个老年大学 街上老年大学 报名挺不好报的呀 早上起来 我四点出来打车去报的名 我来报去那是19年 19年9月份报的吧 有没有啥擅长的跟我们谈一首 跟她试试啊 试试呗 反正谈不好 没事 谈不好 试试 试试 就谈这个相间的小鹿吧 相间的小鹿行 对吧 嗯嗯 就谈这个吧 我们谈一首相间小鹿 听听 还别说啊 刘大姐喜欢弹电子琴这点还挺符合王大哥的择偶要求的 刘大姐说啊 电子琴已经学了差不多两年了 之所以学这个主要是退休后没啥事干 省下军区干部心安所 来吧 这里是有趣的 小鹿行 试试 方文 学校 我们不想地 说 论 这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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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去女方家不能空手去 说啥也要去超市 买点街面里去 苹果要拿 看看这个是 红素式 对 很素式 这个最好 大哥真挑的是最好的 加成最贵的这个 那边有2.9.9的 我给你拿袋子 那现在不是平时的 对呀 補的挺贵呀 这个 这红宝石是吧 是吧 红宝石補的是吧 这个一盒22 他买一盒 他买一盒 他买一盒青皮19 买一盒青皮 再来个青皮 打算买四盒 嗯 行 这个很贵呀 这青皮19 刘大姐说喜欢大方点的 在超市买水果时 红娘发现啊 王大哥还真挺大方的 挑的都是比较贵的水果 那不知道今天这俩人在见面 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广告回来 相亲开始 花了90多块钱 买好的四样水果 咱王大哥就来到了 刘大姐的家 来来来来 辛苦辛苦 大哥想帮我后边的呢 这还拧包来的呢 你还不用啊 拧包啊 是吧 是吧 好 谢谢 大哥都是挑最贵的买的 是吧 那红皮和青皮啥 要二十块钱一起 哎呀 那不这太阳你破黑了吗 你怎么买这么贵的东西 这是小意思 小意思 刘颖大姐 王长子大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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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真是有心了 我都没想到 下车之前说 你看附近有没有水果垫啥的 赶紧给买点 谢谢啊 谢谢 没客气 咱们 请坐吧 行行行行 请坐 这就是大姐姐啊 大哥 挺好的 他这个那个个头高 他属于这一旁像 我那个 我就喜欢这一旁像 哎呀 我不喜欢那个特别瘦 这人倒是挺好的人 看上去是挺实在的 挺奔奔人 总的来说吧 就是说的 长相吧 还过得去 你得说 那这么大事出来 还能长得啥样的 是不是 两人刚一见面 对彼此的评价都不错 给今天的相亲 开了个好头啊 与此同时 咱王大哥也发现了 刘大姐家的店子琴 啊 你这还有个谱呢 啊 是 店子琴 啊 你挺喜欢音乐的 啊 反正闲得没事 反正 臭事吧 反正闲得没事 那 那你看来是这个 年轻时候就会 年轻时候不会 年轻时候不会 我是搁那个老年大学学的 啊 嗯 老年大学学的 小艾叔上了学了 闲着我没事的 所以说自己找点乐趣吧 嗯 好 好 咱那个爱好都是 我 我也说爱好的方面 哎 性情爱好 在这个起码这一点呢 就是 特别符合我的心理要求 王大哥说 刘大姐会弹电子琴这一点啊 特别符合她的心理要求 因为她也把口风琴背来了 所以啊 就想在刘大姐面前展示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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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天竺少女 天竺少女 我贴过这个字 贴过什么名字 有没有啥寓意 天竺少女 预示着大姐像少女一样美丽 是不是 也可以那么说吧 可能是玩吧 能玩的一起 你就像吃完碗饭了 就是我连我的琴 她吹她的那个 那叫啥 口红琴的 可能是吧 今晚各个都有乐趣 都有试干 可能这个吧 能挺好的 可能挺好的 刘大姐也觉得 在兴趣爱好方面 她跟王大哥挺合拍的 眼看着王大哥都展示完了 刘大姐说 自己也得给王大哥露一小手 因为平时大姐每天 要往老年大学的 电子班的微信群里 发谈电子前的作业 让老师指导 赶巧今天大哥在这 正好能帮他录一下 我会说 我会认识 什么事 我会认识 你想要什么事 我会认识 那个 你会认识 有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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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大姐啊 挺完美 挺完美 王大哥说 自己是内向慢性子 刘大姐说呢 她是急性子外向人 对于刘大姐的急性子啊 咱们王大哥表示啊 她很喜欢 是对自己性格的一个弥补 随后更是主动的对刘大姐表白了起来 看这个大姐多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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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多彩多彩多彩 人长的这个高文头部啊 这个是模特的那个特征 有模特的范儿 有模特的范儿啊 我呢 还多彩多彩 真难得呀 我如果能跟这样的人 能生活在一起 那就是我的幸运 如果要是表态的话 我就用一个成语就概括了 一见庆幸 别人没啥意见 面对王大哥的表白 在刘大姐一直没做声呢 这是咋回事呢 我喜欢那种人嘛 就是说的做事吧 动作都是沙朗的那种 沙朗的说话呀 笨事呀 走路就是沙朗那种 我喜欢那种 他们好像对我性格是太幼的 我俩太不搭了 他太慢 不想我跟这样的人 拦的啥呀 我不喜欢这样的事 刘大姐说呀 他特别不喜欢慢性子的人 他也怕两个人日后 因为性格不合发生矛盾 所以呀 他想跟王大哥做普通朋友 随后啊 直接跟王大哥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哎呀大哥你来了吧 就你最多的表态吧 你真要我很感动 但是呢 感动归感动 是 感动归感动 但是我感觉咱俩的性格吧 是有点 我这个人性格太急 你这 我感觉吧 你很慢 我感觉咱俩生活都是去 不生活在一起吧 好像还是 好像生活好怕以后 咱俩是生活不了 因为你一慢 我这性格一急 可能是 我说话比你声音就高了 所以你吧 习惯了这样子的 你就接受不了 所以说我感觉 咱俩还是不太合适 这很无所谓 这都是正常嘛 刘大姐觉得 王大哥的性格太慢了 不太适合 跟自己这急性子的人 过日子 所以呢 就觉得两个人不大合适 王大哥这边呢 有一点小失落的同时 也挺欣慰的 大哥说 虽然相亲没成功 但是今天面对 刘大姐的时候啊 70多年来 他是第一次体会到了 心动是个傻滋味 这也激发了 他继续找老伴的决心 而且呢 他也相信 在咱们原来不晚的节目当中 一定能够找到自己的爱情 那在这呢 我们也祝福大哥大姐 都能早点收获自己的缘分 那好 原来不晚 咱们明天再见 刚一见面 他们都对身高提出了质疑 身高什么还没没有我高的 他觉得个儿小的 我拖鞋 一米六多 他比高大 他哥也跟我没差 哥差一个 再次成家 他说工资 愿意全给老伴花 从明年开始 他闺女 还你当家 还你这样的 我觉得就是太正常 就这一点挺打动我的 哥他女的兜里的 他话说的 那过日的都要教的 咱俩先谈谈恋爱 国建口腔原来不晚 下期播出 木下的 我记得了 我记得了